人间与恶灵空间之间的壁垒 十分平滑 不像跟清明界或者鬼域那样 轻易就能够打开虚空裂缝 两边的生灵想要达到对方的世界 十分难以做到 因此古往近来 也没有几个生灵能够穿越到恶灵空间去的 为了防止有生灵反穿过来 人间与恶灵空间之间的壁垒 人间法书记一直修筑着两个空间的壁垒 不断加固 就是避免这种情况 自己面前这个叶少阳 居然是从恶灵空间里来的 你 你是怎么出来的 靠我自己 当然出不来 叶少阳走到他面前 歪头打亮着他 说道 告诉你也无妨 星月奴在当代 一共收了六大关门第四 有五个都被盗缝上了 最后一个相传十分神秘 没有人见过 你可知道 他是谁 这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瑞朗宇迟惺惊地望着他 居然 是他 这个真是永远想不到 叶少阳深吸了一口气 转身往着洞穴入口的方向 伸手感知了一下 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打起来了 停顿了一下 他悠悠地说道 是我师父进入恶灵空间 找到了我 把我带到这个世界的 我闭关修炼数年 我 就是他最得意的弟子 也是他一枚折服的棋子 而今 是我用行动 来报恩的时候了 你师父 就算你是恶灵空间的 你师父 不也是静云子吗 你背叛了师门 叶少阳笑了起来 什么师门 如果你在那个世界里待过 你就会知道 一切感情都是假的 我曾经也坚信过道义 为了他 我对抗全世界 但是到最后 我却被骗得一无所有 在我濒临死亡的时候 我师父救了我 带我来到了这个世界 我现在没什么 可以坚持的了 除了我自己 他定定地望着锐朗玉 咬牙切齿的模样 让锐朗玉十分的不适 一团邪恶的气氛 在他头顶上萦绕不去 你入魔了 锐朗玉淡淡地说道 魔 什么神魔 什么好人坏人 不过是主宰们手里的 一枚棋子 只有跳出棋盘 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而这个过程中 什么是不可以牺牲的呢 朗玉 你可知道 当初欺骗我的人 就是你 是你害得我 失去了所有 是你让我从人间到身 变成了人人喊打的怪物 锐朗玉震惊了 半上摇着头说 那不是我 对 那不是你 所以 我也没打算伤害你 锐朗玉不跟他纠缠这个 进而问道 你把我引来 要做什么 跟你没关系 你是自己要跟来的 我是引道风过来 然后 杀掉他 他是你的师兄啊 锐朗玉愣了一下之后 宠得怒吼了一声 叶少阳缓和你摇头 在这个世界 我没什么亲人 而且 他非得死不可 他若不死 我的计划 就没办法进行下去 叶少阳说着 又朝着外面看了一眼 从这里 看不到洞穴外道 但是可以感到 一阵阵的灵气不动 显示着外面的战斗 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锐朗玉虽然被定了魂 魂魄无法移动 自然也就无法操控肉身 但他的感官还是有的 他也感受了外面的异动 说道 别白费心机了 你们杀不了道风的 没有人是杀不死的 道风固然很厉害 暂时你不要忘了 这里是悬原山 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强者 随便一个强者出去 就都能够横扫人间 道风 就算他浑身是铁 又能打几根顶 锐朗玉目光闪烁 思索了片刻 想要叫他 但是只说出一个哨子 便闭上了嘴 然后自语道 你不是叶少阳 很快 很快我就是真正的叶少阳了 叶少阳看着他 阴测测地说道 这种表情更加让锐朗玉 对他有一种疏离感 他认识的叶少阳 那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平时那个逗逼的叶少阳 就不用说了 就算叶少阳力气爆发 陷入癫狂 也绝对不是这种 阴狠的样子 他更像是一个 黑暗版的叶少阳 锐朗玉冰雪聪明 听着叶少阳这句话 仔细想 猛然明白了 倒吸了一口气说 你想取代叶少阳 你一直都很聪明的 本来我是不想告诉你的 想着一切成功之后 再以叶少阳的身份去见你 见你们所有人 就没有人会怀疑的 但你既然跟来了 那便告诉你也无妨 反正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他又看了看外面 微笑着说道 这个世界的叶少阳 被困在了古墓里 他永远都不可能出来 我完全可以取代他 神不知鬼不觉 盗锋是唯一的障碍 他跟叶少阳一起生活了十年 只有他能发现其中的真假 所以他必须死 不过我们本来的打算 是先除掉古墓里的叶少阳 再来对付岛峰 但是 瞪不及了 岛峰日前已经拿到了山海印 我们担心 他会破坏整个计划 于是我才夹一片岛峰来这 他果真上当了 锐冷欲越听心越冷 难难道 是啊 如今想来 这是多么拙劣的手段 你根本连故事都没有编好 如今仔细想来 叶少阳这个提议 简直漏洞百出 他是怎么从古墓出来的 是谁告诉他 星月奴的肉身在这里的呢 他为什么如此相信那个人 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来悬原山呢 叶少阳也听明白他的意思了 笑道 这一切当然是漏洞百出 但因为是我说的 所以一切不合理都合理了 因为他是叶少阳 而听的人是道风 包括锐冷欲自己 还有杨公子 他们对于叶少阳都有绝对的信任 不会怀疑他说的任何一句话 更不会怀疑他的动机 所以叶少阳一说 他们都相信 然后就来到了这 所以 你很以为荣氏吗 锐冷欲感到了悲伤之欲 反唇相激 不 我也不想他死 叶少阳眼神暗淡了一瞬间 而后又出现了决然之色 但是 我要活下去 况且 我与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怎么做 也不算是背叛 你不算是火了吗 好的 是